在2017年,社工駐索局已經認可香港能人專上學院的駐索社工之力 去年我們總共收到41位同學 我們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以社區為本的接地教學模式 例如要求同學探討深水埗區裏面的社會問題 也有參與北學同行、深水埗、明哥義務派辦的社區服務 同學也有一組已經開始探訪了三間不同的社會服務機構作為學習的探訪 包括青少年和安老服務 我們也採用了彈性上課時間表 給一些在職有志做專業社工的學生 在平日晚上和星期六早上上課 我們的社工課程是採用了以社區為本的務實和貼地的教學模式 強調社工兼業知識和技巧在社區實現 一方面同學學習理論知識 另外一方面能忍尊尊學院 身處的深水埗和鄰近社區 深切地進入低下階層約四社群之中 親身實現學習得來的知識 分析問題 運用社區資源 鼓勵居民間的誤助和關懷 這種體驗學習更加能夠給學生掌握理論和技巧的結合 有助他們日後能夠成為負責任 有承擔和貼地的務實社工 本課程以務實為主 課程裏面有一波主修波叫做程序設計 發展和評估 畢業生要懂得如何設計服務程序 推行方法和效能評估 學生將具備個案小組和社區工作的介入技巧和能力 並且透過社會工作實務訓練室和小組導修的過程 強化學生社工實務技巧 最後 申請者想了解更多本課程資訊 歡迎瓶瀏覽能忍社工系Facebook專頁